服贸协议争议不断 立法院今天召开了公厅会 曾经说恐怕会有百万大军入侵的台大经济系主任郑秀林再度痛批 这两岸服贸谈判的过程不透明 恐怕将冲击台湾的中小企业 不过商业总会带头力挺服贸协议 产学界交锋相当激烈 说是要行使公民权 抗议学生整群翻墙闯入立法院 抢盾牌 折帽子 学生大喇喇 抬着警察陆身翻墙而过 甚至标出口 立法院办服贸协议公厅会 学生应闯国会殿堂 而场内同样负贫金 立大于毕 立只是福利少数的财团 执义服贸协议黑箱作业 学者端出厚厚的研究报告 陆委会全力反击 四年216个管理人员 要导到百万大军的入侵 这个显然讲错误的假设 会导出错误的推论 是造谣还是辟谣 双方各持己见 导致企业界又是怎么看 事先是不大够的 这个以后应该要改善 但是事后沟通搞蛮多了 台湾没有退售 也没有立官自首的条件 商业总会虽然带头挺不貌 但外界的反弹声浪 还是逐渐过大